2020世界华人经济峰会周一开幕 今年峰会的主题是 从后疫情新经济模式中衔接商业 促进共同繁荣和永续发展 400多位全球企业家 华人华侨华商通过线上线下方式 共同参与峰会 世界华人经济峰会筹委会主席杨元庆说 在疫情特殊背景下 今年峰会首次线上线下同步举行 数字化绿色经济和新融资机制 如何推动经济复苏是探讨重点 马来西亚总理穆锡丁第三次出席峰会 他在视频讲话中表示 疫苗是对抗疫情的唯一方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小强说 权威预测今年全球经济萎缩4% 疫情增加全球发展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中国和各国携手合作共克时间 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表示 必须把疫情看成呼吁进一步联通的提示 凤凰卫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行政总裁刘长乐闭目致词 号召全球华人华商携起手来迎接挑战机遇 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互利共赢 实现共同繁荣和有序发展 每朵乌云都相有云边 而人类每次遭遇困境 都更能彰显破局重生的信念 勇气 乐观与智慧 据了解 现场是有大约100多位 在线还有将近300位全球企业家 华人华侨参加了今年的世界华人经济峰会 为疫情后的世界经济恢复献言献策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魏嘉祥出席峰会 他强调后疫情时期各国需放下成见 守望相助 仓惠华商领袖除看好一带一路倡议 能推动全球建设发展 也看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签署助力议后经济恢复 风华卫视高棉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